大家好,欢迎来到尔龙坡小酒馆 话说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 那些一直保持着孩子般纯真、善良天性的人 反而总显得有些愚痴和呆傻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部 讲述这样一位吃人的前苏联奇幻童话电影《愚人一万》 话说在很久以前 一个村庄里有个年轻人因为太过实诚 显得有些傻里傻气、缺乏心智 因而被人戏称为愚人一万 但他其实是个非常乐观善良、喜欢助人为乐的人 有天他在临终时偶然看到一个人 扛着一个笨重的麻袋行走艰难 一万便好心上去帮忙 谁知此人原来是个盗贼 看到一万后不免做贼心虚 便抽出刀子想要赶走一万 结果自己寄不如人 最后被一万制服后落荒而逃 一万翻开麻袋 发现里面全都是些金银器皿 从一个刻着名文的器皿上 一万得知这些东西属于一个名叫马克的富商 他于是一路来到富商的家中 打算归还这些东西 可当之富商因为家中失窃 刚刚将家里的所有门窗全都封上了铁栏杆 一万见此误以为这是一个关押犯人的牢房 就在这时一位女子突然叫住了一万 一万看到女子美丽的容貌后 不禁被他声称蛰伏 说着一万就要拆出铁窗 救出女子 女子看中一万显然是有点误会 便顺势调皮地戏弄一万说 她就是一个女犯人 如果一万现在放了她 那一万就会被关起来 甚至被处刑 但一万实在太喜欢这个美丽的姑娘 为了这个姑娘 她宁愿付出一切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这个有点呆傻 又如此诚恳可爱的一万 不禁令这个姑娘也有点心动 她最后还是告诉了一万实情 其实她就是那位富商的独生女纳斯卡 结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还 甚至最后还私定终身 拎走时 一万还不忘把那一麻袋 金银器还给了纳斯卡 从此以后 纳斯卡的心里总是想着这个呆呆傻傻的一万 或许正是一万身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真诚打动了她 然而纳斯卡的父亲却并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一万真是故意装疯卖傻 想要借此博取纳斯卡的好感 等他娶到纳斯卡以后 就会霸占他的所有家产 他积攒了一辈子的心血 自然不能就这样便宜了这个穷小子 为了彻底断了女儿的念想 富商于是让一个年老的女仆去下毒害死一万 但两人的对话正好被女儿纳斯卡投听了去 随后不久 就在那个女仆下好了毒药准备加害一万时 纳斯卡的一封来信及时赶到 当场揭穿了女仆的阴谋 然而外面想到的是 一万实在是太过纯真 他根本不相信有人会如此恶毒加害他的性命 他还以为纳斯卡这是在和他开玩笑而已 恰好此时的女仆也有点健忘 竟然忘记了自己究竟在哪个杯子里下了毒药 结果一万毫不在乎地喝下了其中一杯后 并没有毒发身亡 女仆于是打翻了另一个下火毒的酒杯 此时就这样蒙混了过去 两人随即一起饮酒作乐 天南海北的聊拉起来 结果一万的纯真和善良 令女仆越来越感到自惨行晦 他随后索性将真相告诉了一万 一万得知此事后不免有点悲伤难过 不过竟然纳斯卡的父亲如此反对他们的感情 为了纳斯卡和他父亲的关系 不至于因为他的缘故而闹得不可开交 一万最后索性决定离开这里 不再打搅他们妇女二人 于是他让女仆回去后谎称 自己已经喝下毒药身亡 好让纳斯卡也不再留恋这份感情 随后女仆按照一万的意思 向纳斯卡的父亲撒了一个谎 不料纳斯卡无意间又偷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当听到他的一万已经死亡后 纳斯卡因为悲伤过度突然昏死了过去 虽然经过一位外国医生的救治 纳斯卡最终苏醒了过来 但他却不知何故突然丧失了所有人类的情感 就连对自己的父亲也变得麻木冷漠 再无一点妇女之情 但那位医生反倒认为这是件好事 正像人们常述的那样 越是无情的人越是活得逍遥 但富商就这么一个女儿 女儿这样对她实在难以接受 最后医生只得无奈地说 此事已经超出了她的医学范畴 要想纳斯卡恢复情感 除非发生奇迹 女夫见此赶紧找来了伊万 心想纳斯卡见到自己的恋人后 或许能够恢复情感 然而当伊万来到纳斯卡面前后 纳斯卡心里却毫无波澜 仿佛早已将他们之间的感情 忘得一干二净 事已至此 女夫觉得或许只有奇迹发生 才能拯救纳斯卡 当时据说 在俄国的一片森林里 住着一位巴巴雅嘎 是一个强大又凶残的老巫婆 女夫便提议伊万去寻找这位巫婆 或许她会有办法解救纳斯卡 伊万文子也毫不顾虑前路凶险 便立刻动身前去寻找巫婆 随后在一片森林中 伊万终于找到了这位传说中的老巫婆 她发现这个巫婆 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反倒像个慈祥的老太太一样 而且巫婆一个人 在林中孤独了许久 见到伊万这样的年轻人 专上前来找她 心里还颇为高兴 只是这个巫婆实力有限 爱慕能助 不过她提醒伊万 可以去寻找一位 法力无边的巫师鲁克莫 她一定有办法创造奇迹 帮助伊万 为死巫婆还送给了伊万一个小老鼠 只要按照老鼠尾巴指引的方向 就可以找到那位巫师 于是伊万告别了巫婆 再次踏上了旅途 结果走到半路 伊万熟睡时 突然来了两个盗马贼 两人便趁机盗走了伊万的马 但由于马的四名声惊醒了伊万 其中一个盗马贼 为了掩盖盗窃行为 便突发奇想 假装自己就是伊万的那匹马 还颇为认真的向伊万 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 说是三年以前 他和一个男巫 争夺一个美丽的女子时 得罪了男巫 男巫一怒之下 将他变成了一匹马 如今三年之气已到 他今日正好变回了人形 盗马贼说得灰声灰色 伊万听得还颇为感动 他心想那个男巫 一定就是巴巴雅嘎所说的那个人 便向盗马贼问起了那个男巫的住所 盗马贼无奈之下 便随口说道 那个人住在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伊万很感谢他 临走时 还送给了盗马贼一枚 仅有的戒指 好让他回去以后 和他的情人成分所用 伊万的慷慨善良 让盗马贼突然觉得 有点无地自容 他最后良心发现 便让同伙将那匹马 归还给了伊万 结果伊万误以为 这是盗马贼说出了巫师的住所 因此又被巫师责罚 又变成了马的形态 伊万心里不禁万分的愧疚 发誓一定要找到巫师 让他重回人形 经过一路的艰难寻找 伊万最后终于来到了巫师的城堡 不料此时的这位巫师 对人类的道德和良知 早就丧失了信心 发誓再也不打算 帮助自私贪婪 又残暴狂妄的人类 后来伊万来到这里后 首先请求巫师 将这匹马变回人形 但巫师检查了一遍后发现 这确实是一匹马 根本不是人 听完了伊万的遭遇后 巫师认为这是那个盗马贼 欺骗了伊万 但巫师不理解的是 为何那个盗马贼 又将马还给他伊万 伊万想了想 说一定是盗马贼的 领智未免才这样做的 巫师反问伊万 一个盗马贼能有什么良知 但伊万认为 他是一个贼 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 伊万简单又质朴的回答 如醍醐灌顶一样 顿时让巫师感触良多 随后伊万声泪俱下 诉说了纳斯卡的悲惨遭遇 像他这样好的一个姑娘 却突然丧失了情感 就像一个冷冰冰的人偶一样 实在是令人心碎 巫师听闻此事 也是非常的揪心 他于是决定破例 帮助这个真诚的年轻人 随后巫师送给了伊万一副 具有魔法的石板和粉笔 只要伊万将心中的愿望 用粉笔写在石板上 就会立刻默想成真 看到伊万急切地想要回去 巫师还送给了伊万一套马掌 用上这套马掌 伊万的马竟然一飞冲天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返回了家乡 随后伊万碰到了那位女仆 伊万于是拿出画板 急不可待地写下了心愿 让心爱的纳斯卡 恢复人类的情感 而与此同时 纳斯卡的家中 刚好来了一位土耳其法师 此人扬言 自己可以治好纳斯卡的怪病 当然他只是个江湖骗子 特意来骗钱而已 可碰巧的是 当他装模作样 若有其事地治疗纳斯卡时 另一边的伊万 正好写完了第一个心愿 结果带落目击的纳斯卡 立刻恢复了情感 但此时的纳斯卡 犹豫之前的悲伤往事 现在他的心里 只剩下对这个世界 深深的憎恨 他的情绪 突然间像火山爆发一样 彻底失控 差点没把这位土耳其法师 和他的老爹给霍霍死 女仆看到这样的景象 赶紧折返了回来 让伊万再写下一个心愿 把纳斯卡心中的憎恨 转化为爱 伊万于是写下了第二个愿望 用纯真的爱 取得纳斯卡心中的憎恨 结果刚一写完 纳斯卡突然性情大变 立刻从暴怒的雄狮 变成了温顺的绵羊 但纳斯卡的爱 竟然给了这个 招摇撞骗的土耳其法师 女仆见此又再次折返了回来 告诉伊万说 这次又搞错了 纳斯卡竟然爱上了 将无耻的土耳其骗子 变成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此时的法师正在纳斯卡面前 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 结果一下子他又立刻良心发现 他心里万分愧疚 自觉配不上纳斯卡的爱情 便羞愧地离开了这里 纳斯卡于是一路追了出来 结果半路上正好遇到了伊万 伊万问他是否真的爱上了 那个土耳其法师 纳斯卡说是的 伊万于是伤心地 让纳斯卡将脖子上的涅币 交还给他 那还是他们出自相见时 伊万送给纳斯卡的礼物 结果就在纳斯卡取下涅币时 他仿佛听到了涅币 发出了一阵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那一瞬间 纳斯卡终于想起了 他和伊万的中中王室 此时就连巫师的魔法 也在人类真知的情感面前 失去了效果 两个相亲相爱的年轻人 终于毫无顾虑地走到了一起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关注